晚上十二点 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大爷说门口来了一伙强盗 这些肉还是开胃菜 于是转身开门走出去 出来后才发现问题相当严重 院子外来了差不多三十只浣熊 一个个都虎背熊腰 长得像猪似的 开胃菜吃完后 这些家伙还在闹 大爷只好拿出一大盒的香肠出来 今天不把这些干脆面喂饱 门都会被他们拆了 刚坐下就一窝蜂围上来 瞬间屋主就被团团围住 就像峨眉山的猴子似的 动手抢的 拔拉裤脚的 拉着手臂的都有 一个个就像老李刚放出来一样 一根香肠两口吃完 吃完又找大爷要 不到三分钟就吃了半盒 这些家伙的胃就像个无底洞 右边这只一整根往嘴里塞去 注意看 大爷手上的盒子已经空了 接着他起身回屋里 然而门外的浣熊们却还不离开 看来没吃成是不会走的了 大叔回屋后 又切了些香肠肉丁 他们平时没少打劫人类 都胖得像刺猬一样了 吃完后 大叔回屋又切了大半盒的香肠 原来浣熊来这里是有原因的 五年前 大叔的妻子每天都会喂他们 结果浣熊越来越多 但他妻子两年前已经去世了 大叔就继承了他的财产 为了纪念妻子 每天照常喂他们 退休金一半的开销都花在这里了 第二盒香肠吃完后 大叔又拿出一盒饼干 这是孙女前几天给他买的 这些浣熊也太能吃了吧 到底是三十多只浣熊 还是三十多头猪啊 难怪一个个都有啤酒度 饼干吃完后 他拿出一包酱牛肉 浣熊似乎不太感兴趣 可能是有辣味吧 担心吃了得痴疮 看他们还不愿意离去 大爷又回家拿了半桶的猫粮 这些家伙胃口是真好啊 屋主问他们 你们到底吃饱没有呢 有只浣熊突然站起来握手 这些可爱的家伙 现在就跟大叔的家人一样 外面的浣熊吃得很嗨 结果却引起了猫咪的不满 心里想主人是不是糊涂 到底谁才是轻生的 这眼神挺可怕的呀 为什么不好 干嘛霍霍我的猫粮 对这边的转ழ 就是这些裙子